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夺团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的精英联赛 那么瑞士伦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KV战队的比赛 昨天没有直播 因为周二周四周六有事要出去 所以没有来得及给大家直播 那么昨天的比赛非常不错 也是战胜了VP战队 并且是战胜VP以后 他们是成功的将VP给送回家了 对吧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是 因为毕竟VP战队那边 我想想是不是VP 昨天他们应该打的是VP 不是VP 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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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Pandas 抱歉 打的是9Pandas 昨天把9Pandas直接给送回家了 也就意味着这次比赛 9Pandas是在拥有着一个其实还不错的阵容的基础的情况下 瑞士轮直接0-3回家了 前两个对手 应该说9Pandas的对手可能是略强了一些NT和TE 但是1-2输给KEV 我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KEV对战Aurora Aurora的话就是东南亚 现在的东南亚银河战舰 最强战队没有之一 然后对方的阵容 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小男家人马 加上火枪 还有小嫂和萨尔这样的一套阵容 而KEV则是中单给蝴蝶笑 拿了一个莉娜 然后再加上5号位的冰女 3号位这样比赛放了一个末日 大哥位是一个 应该是这个大胜吧 老十一的末日 然后再加上一个1号位飞飞的大胜 飞飞也是一个1号位大胜老绝活哥了 所以大叔可以休息休息 小祖赛再开始发力 小祖赛的时候也是一样 周二周四周六可能要晚一点到家 不过小祖赛中国战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到时候能够播的比赛场次也比较多 到时候大家能看的就也会更多一些 咱们能给大家播的和看的都多很多 大叔怎么不开禁言 这个比赛它的延迟时间只有5分钟 官方那边跟咱们那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差 所以就不用开这个粉丝班发言了 中单对线 丽娜跟火枪对线的话 火枪那边一级是生了一个流线弹 用流线弹来跟丽娜去进行一个对线 消耗以及辅助自己来进行一个走位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毕竟丽娜的这个手啊太长了 火枪呢如果只加个一级或者二级的攻击距离 它本身的射程优势跟丽娜相比 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出来 所以还是选择先加一个流线弹 甚至可能这样比赛它就会主这个流线弹 也说不定不知道这样比赛 他们的中单是准备走一个什么样的套路 三号位的末日去对线一号位小大家的话 这个对线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辅助它的是一个独狗 独狗这个英雄现在在四号位啊 配合末日可以说是没什么没什么效果啊 可以说是没有效果的一个一个对线 但是独狗这样比赛有一个作用 是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什么呢 当小大家开始利用自己的幻象 来进行一个带线和打钱的时候 那独狗是可以利用对手小大家的幻象 来去做事情的 无论是用来去帮助输出提供视野 还是用来帮助刷钱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你去观一下小大家的幻象 创造出来的那个独狗创造出来的那两个幻象啊 这可以直接用来清野的啊 打架能力很强的 这个开局的对线呢 因为下路放的是一个大圣啊 那么近战之王没有之一啊 最强的近战英雄 对线的近战英雄最强 所以他的对线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再加上飞飞本来也是一个大圣的局后哥 中单的莉娜去对线一个火枪手 火枪一级加的是流线弹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火枪手的补刀是肯定补不过莉娜的 火枪如果想跟莉娜在对线期补刀不吃太大的推的话 他需要去出两到三个或者三到四个系带 才有可能做得到 那小大家去对线末日的话呢 小奶奶拿末日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是努力的保持一个正反补 所以现在开局应该说KEV的对线打得还不错 昨天的那个比赛获胜应该说对于KEV的信心而言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大尔现在手里面的技能 现在关键的是看萨尔手里的技能 这两个人的配合 这两个技能的配合实在是有点打垮不得不说 这个扔石头和关放一起了 大路大胜目前是16-3 中路蝴蝶效应的这个中单对线 这个地方这个火枪 这个火枪感觉是故意开了一下三技能 然后来骗这个莉娜进塔打自己 感觉像是故意的 我觉得他故意的开了一下这个三技能 卖给莉娜一个破绽 让莉娜自己冲塔来打自己 然后提靠防御塔进行一个换血 这个操作不像是失误 很像是故意的 感谢NHSHN13老板的好多个灯坛和flag 谢谢老板支持 下路这边贾脖子拿到了一个冰女的衣血 小小家人马的这个二人组啊 我欺负不了大胜 但是治不了大胜 我还治不了你冰女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比赛其实对于这个冰女的走位要求是 需要这个冰女非常非常的怂在下路 他才能保证自己尽量的少死 还不是不死是尽量少死 因为冰女的那个攻击前摇太久了 他只要在攻击前摇能打到这个小小的位置上 一定会意味着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小小的山崩已经可以打到他了 所以一旦被小小的山崩扔到脸上 因为醒不过来 没法马上去放冰冰冰智 紧接着就是会被这个 对方的小小把自己扔到人马脸上 你看就是这样啊 直接扔过来 扔过来 然后人马里边一刀踩 一个双人剑 就是这样 小小加人马这种二人组在编路 他的击杀对于脆皮没有位移的英雄而言 这个击杀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除非 就是在不考虑队友支援的情况下 这个击杀的成功率就是百分之百 除非对方是有其他的人过来 对吧有其他的人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有队友了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他不是一他不是一个概念 好看一下这里小火枪给上一个流线弹封路 莉娜表示自己反正也走不了了 老娘给你拼了 给了几个输出 不过自己还是被对方给击杀掉了 这里萨尔用留置的恶念批示 丁会来然后卡位手榴带扔上去 这拨冰女赶过来支援 小小还在等自己下一个技能的CD 不过这个蓝量也不够了 没法再去留住这一个小毒狗 那毒狗回来了 目前从对线补刀来看的话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正在被对方快速的蚕食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Q这个位置居然是没有选择先去吃的高速啊 其实是来得及的 在冰封禁止里面出来以后是来得及的 瑞士呢 可是有Aurora有二三我就不太看好 二三这个选手怎么说呢 其实是很厉害的 说实话 他其实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越厉害的选手就是当他被 当他产生一些这种 比较比较比较 严重错误的这种操作的时候 越容易被人关注 其实就是关注点太 关注他的人太多了 导致一些操作 失误的操作被放大了 这里看一下小小一个投掷啊 直接带走 那个属于是比较无奈的 现在丽娜呢 跑到野区过来去清理一下 存的一些野怪 呃不是太多 但是呢 疗胜于无吧 这个收入 有一些就不错 下路的人马 虽然他的补刀不多 但是配合小小 哎这个啊 还真敢落呀 呃怎么说呢 就小小这个英雄对吧 最近这段时间看我直播时间长的朋友 一定知道 我整天吹嘘自己是什么小小维于粉 是吧 这个东西他确实是厉害 小小他可以把很多英雄的长处无限的放大 并且把这些英雄的短板无限的缩小 小小加人马的这个二人组 最早的年间的组组都是手榴弹组组 看到小小这边一个山崩 哎 往回中 扔回来以后流线弹铺地板 然后两个河西直接送走 问你别是把毒口送回去 这样看人马这块踩一脚 甲脖子跑得很快的 山上也有刃甲 大圣这边追不上 他真的是可以把很多的英雄化腹朽为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早年间配合人马都是丢人马过去手榴弹组合 什么扔人马呀 扔潮汐呀 扔这个马格纳斯啊等等 帮队友省跳刀 对吧 现在呢就干脆直接利用自己这个手超长的一个山崩 配合投掷 你看这个不着急 一个投掷直接给你扔回去 扔回去以后呢 萨尔的进片射直接把丽娜给郭安弄走 但是呢 毒口这边郭安救了一下 火枪放一个流线弹 这边呢可以反杀一个 丽娜直接大招加上一个龙破斩 里面大胜也支援到外一棒子敲掉对方作恶多端的小小 完成一波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双方的团队精角柔软领先着一千加 好消息是 对方人马的经济领先优势已经被老十一追上来了 并且呢 中单和大胜的经济也已经是追上来了 但是坏消息也有一个 就是对方的火枪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了很多 这个经济增长的有多多呢 我给大家回看一下一分钟之前啊 就是一分钟钟以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枪这个阶段它的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火枪的经济跟其他人是有断层的一个劣势的 但是在经历了这几波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火枪的经济已经追平了 这里上路小小刚刚复活就跑过来去搞事情过来直接找老十一 好在老十一皮糙肉后 里萨尔做进品是盯回来啊 皮糙肉后多扛了一轮 最后人都还是被二三的小大家拿到 这样的话小大家顺势把自己的经济直接反超到了并列第一 而火蝶效应的丽娜呢 目前来看这个经济保持的还是可以 走的装备是雷锤走的是一个物理路线 但是投掷的距离消太多了 投掷这个技能的距离啊 实际上它是低等级的时候被削了 高等级的时候是跟以前差不多的 所以对于小小来说一般我个人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主有走的小小的话 就是主生投掷会更好一点 当然伤害会比你主生这个山崩要低一点 但是你主生投掷他扔得软啊 一寸长一寸强嘛 而且小小这个英雄最近这几个版本把它改成了一个灵敏捷 但大招给护甲的英雄之后啊 这个英雄他比以前更肉 血量太高了 就是他在完全不出任何属性装的情况下 他可以跟很多很多很多英雄 出了一件肉装的硬度差不多 这个是小小这个英雄一个打酱有位 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就他可以在完全不需要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达成跟别人出一件肉装一样的硬度 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个钱留下来更早去出跳 诶 大Q这个位置被毒狗一个非常精准的飘毒给发现了 那么火枪手在征路继续摸塔 上路 让大家目前的经济是5600块 增长呢还是比较快的 看看Aurora这里又是萨尔加小小 呃 可以以为跟Aurora打的话 一定不要让对方这么打 这个节奏要这么打的话 待会20分钟要崩打 哎 完了萨尔跟进屁事回来了 哎 直接盯回来 先给一个电 小小一个山崩 然后原地一个投掷 萨尔接上一个框 再接一个大招 大胜的位置给的非常不错啊 这个大招 看看萨尔跟进屁事盯了一下大胜 不过这个距离不够 对方的大胜没出去 可是大胜不敢从自己的大胜里面出去了 这里23的小大家 血量非常的低 开一个大招先往回撤一下 小小的山崩和投掷的CD 应该赚的差不多了 果然一个山崩定住冰女 好在冰女提前给到了技能 火敲手之力给上一发狙击 那么小大家追死独狗 小小留住了冰女 移速太快了 像被斜加斜掉 这个移速遥遥领先啊 让人多数来到了11比3 又是被对手抓了一波完美的机会 这场比赛KEV 一定不要这样跟对方打 在有萨尔的局的情况下 你打的劣势太严重了的话 这场比赛是翻不回来的 这个地方有真眼吗 没有 没有 这里23漂亮 秒掉23 然后丽娜转身 再给一波技能 小小一个山崩 然后开始 利用萨尔的这个框留住 原地一个投掷 再加火箱的输出 对Budfly的一个丽娜进行了反杀 这波打掉里头 丽娜的经济虽然 还是在全场第一 而且短时间对对方的英雄 应该不会反超 但是这个节奏被断掉 对于KEV来说还是蛮伤的 另外就是末日到目前为止 他好像还没放过大 老十一的打法 我总觉得老十一现在打的好像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这个不对呀 这个版本是需要老十一以前的那种风格的 就是打的凶 战线打的凶 然后补经济快 这个是老十一最著名的两个特点 虽然现在三号位就是需要去有一定的发育和战线发育能力 但并不是说现在三号位就只占线发育 这个该打是要打的 小小的跳刀已经快出来了 这里直接一个山峰投掷 队友让钱给他 让他把这个跳刀的钱凑够 凑出来以后 这个跳刀有了以后 现在KEV落后3000的团队经济 这个经济全在小小和萨尔身上 主要是在小小身上 这样大哥位的经济跟对方是非常接近的 而飞飞这场比赛准备出的 是 灰药吗 这是打算要做 这样位大毒球 然后要做灰药 灰药大圣 灰药大圣 灰药大圣倒是有这个出法 曾经一度很流行那种就是灰药加A帐的那种出法 现在丽娜的经济呢 保持的还是可以的 大圣这场比赛因为要做灰药 这个道具它的真空期比较长 那个圣者遗物这个玩意儿太贵了 小小和萨尔 这个是小小的跳刀第一波 KEV如果能够顶住这一波 对方的小小跳刀第一波的话 这个比赛拔起来就能稍微轻胜一点 一旦第一波让对方抓住机会 或者是 KEV迟迟没有发现对手小小的这个跳刀的话 哎呦漂亮啊 菲菲 我这波是怎么躲掉的呀 我得回看一下 这波躲得也太极限了 这也躲得太漂亮了 小小的跳刀不至 从我的这个视角上看 大圣第一下跳出去的那个动画 我以为是被小小给扔起来了 大圣这波在树上 想猜这个大圣的位置的话 非常难猜 所以现在是猜不了的 好 这里小大家利用自己的大招直接留住了不少人啊 小小都过来以后没看到丽娜那还好 击杀一个毒狗的话不算亏 因为毕竟这波这个毒狗是换掉了对手小男家的一个大招 加上对手的TP 对手的两张TP应该是 这波不亏 感谢双雪不落老板的灯牌 好多的灯牌 谢谢老板 李小小 投掷山崩 人马接踩接双人箭 撒着点框 这波出不去了 出不去了 摩瑞想要逃 没有逃掉 相位携裸兵甲 然后补跳刀 进攻在哪呢 可以以为 这不进攻是什么意思呢 一号位的大圣 加三号位的末日 加一个中单丽娜 双降游是兵女加毒狗 这个阵容的输出和控制 有末日在游戏的前中期的时候 其实是不缺控制的呀 你对于控制的需求 并没有那么高啊 这个一直在被动挨打 完全不去主动进攻的 感谢震发性十张素老板的灯牌 和小花花鞋老板 哎呦 这边刚说 但是刚进片市已经提前给出去了 莉娜的这个技能第一波 大胜砸下来 人马开大掩护 这里给一棒子 兵女渐速 漂亮 这波完成了对于大Q的一个击杀 那么末日的大招第一波交出来以后 最终好在是完成了击杀 而且给到的钱并不算少啊 这波给到了单人467 助攻是480 这个BO3KEV输了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现在对于KEV来说后边的所有比赛 都是BO3输了就回家 当然了对于他们的对手也是 瑞士伦就是这样 瑞士伦就是这样 现在的两支战队都是两副一胜 哎 这边又是 莉娜被这张萨尔抓到 按道理说不应该呀 他以为高低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队伍 这个面对对手 这种阵容 避免人少打人多 哎呦这边大声又是一个极限的跳 躲掉了 好秀啊 萨尔这边给上一个框 然后呢Q能走出去吗 Q这边走出去了 火枪手还在利用自己的技能去A 看看萨尔手里面做你贴士 丁回来火枪手直接给上一个局 完成了击杀 嗯 好消息是团队经济正在拉近 但是也有一个对于KEV来说 并不算非常好的 事情就是对方的这个经济的分配 比之前要更好的 现在对手的经济分配非常不紧 三大哥的经济所在的位置 该肥的点都很合理 当然KEV的三大哥经济齐头并进呢 应该说还行 但是这个节奏不对 节奏打得非常不好 而肉眼可见的是这个节奏 如果对方不犯大的错误的话 KEV的这个节奏会越来越难打 因为对方现在已经不止一把跳刀了 人马有跳 小小有跳 大圣初步要有什么说法吗 大树跟出狂战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刷浅装 作为一个自身没有什么的刷钱能力的大哥 为先出一个刷钱证 然后关于这个有观众可能会说这个狂战虎能续航 为啥大圣不出狂战要出灰奥 同样的道理 其实你可以类比一个人 就是类比敌法师 为啥敌法师出狂战不出灰奥 原因就是因为大圣的位移是不耗蓝的 他的跳树这个东西是不耗蓝的 但是敌法师的那个blink 它是要耗蓝的 所以大圣可以出灰奥 但是敌法师是不出灰奥 但是敌法师是不出灰奥 打的是真慢呀 不得我说打的是真慢呀 这帮人 老年间的敌法 的确有敌法出灰奥 好像亚托勒 有过一小段 特别小的一段时间 有敌法师出灰奥的 但是它流行不起来 因为那个内容出灰奥的方式 需要你疯狂的切甲腿 然后还需要你拿到一件 就是你的第一件装备 要拿到一个回蓝的一阶装 看看这里小小破雾 这里 哎这边小小的机能 只打到了毒宝 萨尔康大定住了末日 人马开大掩护自己的对手回撤 想到家开大招 不死宝大圣开BKB 硬轮还差一下漂亮 飞飞的这个打招给的外色 另外一次火枪手 只要被林乃家兵女 两个人留住了 这个肉山盾白给 小小一个山崩 想救救不下来 火枪手只能临死之间 换掉了一个兵女 换掉一个兵女以后 这里莫日又是一个跳材 踩住对方的小小 小小的这波呢 又利用自己的推推 多狗了一波 大圣在追死对方的萨尔 漂亮啊 这打了一个一换4加 一换4加盾 相当于一换5 这个有点厉害啊 这个是真的有点厉害 这关团战打的 第一时间破雾以后 老十一的反应 非常非常的坚决 直接跳到高地上 导致对方的小小的 这个技能并没有中 萨尔的框大 其实已经给的很漂亮了 但是对方这个萨尔那加 并没有形成任何的联动 而且小那加的大招 开的太磨叽了 非常非常的磨叽 感谢震发净十张座老板的哈哈净 谢谢老板 三胜两副是不是才能下一轮 对三胜两副才能进小五三 这不是过来打魔方来了 这魔方打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啊 很好 在这个版本 打的并不好 不过也确实不好 因为从最近期的成绩来说 他们的这个成绩也确实是比较拉 他就这个阵容后期猴子切火枪能行不 猴子切不太到火枪 因为猴子他的控制不够 火枪手在这种局的话 他到了游戏的中期 大推推加上这个魔精 基本上两件套是必备的 看他现在就他就没多打推推啊 他真的 A仗加上准备出的决刃 再加一个魔龙枪 东力装面这边带了一个灵野长弓 好 好 这边推推走一下 人马开大兵女过来 小小直接转身一个山崩 给自己拖一点时间 大Q的这个小小其实还是挺秀的 就真被流入了 一拿大给一个技能 人马一脚跳 这波子过来一脚跳踩 漂亮 好 这边大胜BKB开车 但是开车好像也没扛住啊 看一下这波飞飞是怎么推 对方第一时间打成残血了 撒尔罗宁皮尸 直接给丁回去 这波接触应该是解 看一下飞飞滴滴波怎么被打成残血了 这个是关键的 这边现在这个是科小霸子 科小霸子 火枪手一个狙接着马跳踩 火枪狙接着马跳踩 这个其实 这个打法是中国队和BK的 大言不惭的说一句 这个打法其实是中国队开BK的 可以以为是中国的新队伍 对 KV也是中国的新的队伍 对 KV也是中国的新队伍 他的经济调队倒是正常 冰女的经济追上来的非常多 对方的小小呢26分钟已经经济上万了 这块火枪手一个橘 橘上去小小接上一把山崩 撒一把粉 对方这块给敲个鼓 小小又是一个树桩子扔出去 在家萨尔都进撇射 这波无论如何都会被这方给击杀掉 现在的关键是要走 对于KV来说这波打完了以后 要走的回去 要撤的回去 其他的人不要在这个地方再逗留了 真是老十一放手一波 放手一波 放手一波 防手一波 放手一波 不是啊冰女是西红柿 不是独狗嘛 西红柿只是西红柿冰女 小小一个山崩 然后一个投掷 看一下另外一侧萨尔被瞄了 漂亮 真是nice 那么小老家开一个幻象 往前拉一拉 火枪手的位置呢 现在还行 但是需要等一个人马的跳踩 这一波这波不能打 这波不能打呀 兄弟们 这波想要绕这个火枪 小老家直接过来 看看这个位置 拿幻象过去 这里有没有反引 第一时间没有反引 大胜直接绕后排 过来 肚目大招 找到人马 漂亮 这波直接定住 火枪手 有人能救吗 自己没有推推 有 小小这边过来 给这把推推 把他救出来 另外一侧 人马呢 是吃掉了对方主要的技能 被击杀掉 那这一波的话 我说打的是 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KEV在这种近距离的遭遇战方面 感觉明显是比Aurora打得要好 他们的这个近距离的遭遇战 整个的一个团战 就感觉大家头脑都非常的清晰 或者说是没有头脑 就是疯狂的肌肉 全靠肌肉本能再往对方身上 身上嘴 Aurora跟这个KEV相比 其实Aurora跟KEV的整体的一个战数 要多了一项 一个选项 他比KEV是要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多了一个撤退的选项 KEV没有这个选项 大家上这边呢 为了去留住对手的火枪 单独出了一个阿多斯 来帮助自己 一刀切这个火枪的一个成功率 开着BKB硬切 然后没有让这个火枪的狙 在家人马的跳踩 形成任何有效的combo 而且杜布的大招 找人马这个点 找的也是非常的精准 大家现在刷了全场第一的经济 但是团战的时候 看不见这个人 比较用不明 感到大家终于做出来了自己的一个散分剑 我觉得火枪好热啊 大叔能看一下出装不 夹腿A杖加魔龙枪 这个出装就是很热的 而且你看他把周率装备换成了精英外衣 他没有继续带着连眼长弓 因为他看出来了自己这场比赛 这个更远的射程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对方强切他的时候 他的这个射程优势根本就体现不出来 感觉大胜打火枪不太疼了 对啊 因为大胜输出很低啊 大胜身肉的装备是一个灰钥的 加上一个BKB 这装备没有输出的呀 刚才他手里还不是护灵索 刚才手里边是个阿托斯 也没有输出 现在并不是火枪肉是一方面 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大胜确实没有输出 火枪这样感觉没有什么输出吧 大胜就是一个大招加线弹 可以说是平A输出不高 但是技能输出不低 这个是Aurora的 可以以为不是AR啊 好 这玩意儿人马开大 结果先定住 完了 这个大胜的被秒 读过关 救一下兵女被秒 大胜出来了以后 被对方的人马直接一个开着BKB的双人箭秒掉 想大家开大伤要留人 先找的是这个丽娜和末日想杀对手的大哥位 看看先把这个毒狗给单独放出来 人马里边接一脚跳踩 还好这边BKB直接TP 对方的输出不够 秒不掉 后枪手一个局留住 那么这个偶老师也开启了BKB 顶掉这个悬晕之后呢 赶紧往回接着跑 这波让对方抓了一个完美团的机会 大胜第一时间被抓住太难受了 给大家回看一下 这个大胜被抓住的 这一下 这个大胜被抓的第一时间是核心的 就这一下 就是人马本来这个地方在开团的时候 大胜这个地方正好变成一棵树上来 被对方给发现了 打掌这边直接VT2连 然后再加上一个人马的跳踩 一套技能 大胜这边直接被秒 这样人多数来到了22比13 对方又是再一次领先到了5000家的团队经典 想大家在这种局 继续往后打的话 继续往后打的话 要看一下核心的东西 就是这把A 还好 他现在没有 没有 没有钱 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存款 这个A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这一威就能打 这个A一旦出来了 就不好打了 这个就非常不好打了 现在KV对于KV来说还有机会 在技能权的情况下 只要第一时间不像刚才那样 大胜直接被秒 这个团还是能打的 看看小咬 小咬 这拨VT二连 再加火枪手 一个超远距离的区域 这里一个鼠桩子扔上去 萨尔又进撇视 然后直接开启BKV 人马这边开大 大胜不敢下来 火枪手再给一个区域伤害 还是不够 这边人马上来 留住兵女 末日转头 给大萨尔方大留住了毒狗 这个时候 兵女被带走了之后 大胜在后排 但是这个大胜 对方有推推能救吗 自己推出去 没有找到对方任何英雄 能够完成击杀 小咬家后续开大 留住大胜 通过走位 把这个大胜单人放出来 这里又是一个投掷 再加火枪的输脱 完成了对于大胜的击杀 末日过来贴火枪 但是打得过吗 这边一个推推躲 人马一定要跳下 两个后排全中 小咬家在前排 顶住萨尔框 留住三人 小咬家一个投掷 不够关救一下丽娜 但是出来以后 人马的一脚踩在家 小五小的山崩 火枪完成一波三杀 零换四 零换四 零换五 其实这边独狗 买活 但是被对方的萨尔 用进撇式火枪手 加一个绝 完成五人团灭 以外里加起来 六人团灭 而对方是全员空血 但是谁都没死 全员空血 一个没死 团队经济差 拉开到了一万四 还是不好打 想大家通过大招 留人 然后拉走位 把单人放出来以后 让他醒过来 让队友进行 集火 这个操作 这样比赛 已经是出现了两次 而且整支队伍 配合的相当的默契 看得出来 这个套路 在过往 他们的训练里边 应该是用的不少 真的是用的不少 感谢呆姆姆老板的 好多个灯牌 这样的话 下路和中路 两路高地高破 对方在 有火枪 这个英雄的情况 这人马一绕跳踩 踩住 直接秒掉 我的天哪 这个配合 只能说是 手打热了 确实是手打热了 这边围光披风 先救火枪 小小不管他 看看这里 这一发图灵所 上来 没打中 大招上去以后 对方没怎么掉血 没怎么掉血 这个时候 小大家一个网 留住 小小一发 身崩 有反眼帮火枪 一个居 完成 无人能挡 这样的话 摸日加大胜 两个人被击杀的 火枪手又是一个居 居到对方的毒狗 没有蓝了 这个火枪已经放居 放到煤蓝了 小大家直接往前顶 火枪手被对方的 煤压塔 直接给逼退 不过 还有盾 而且血量仍然很多 血量上线有3300多 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冰眼 这属性太高了 属性太高了 这种说什么 这猴子老老实实 电锤BKB也比辉耀 这个跟辉耀没有关系 这个跟辉耀 出灰耀 还是出雷锤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好 那这样的话 黑大打出了GG 这样的话 龚小柔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先下一场 那么 KV第一场比赛 也是输到了 输到了比赛 好吧 让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给他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 我是藏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我打 那边 我们下场比赛的